我們今天有新增4例的COVID-19的一個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這4例 使用1例是印尼籍30多歲的女性 另外有3例都是菲律賓籍 那這4例都是移工 我們今天有新增4例的COVID-19的一個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這4例 使用1例是印尼籍30多歲的女性 另外有3例都是菲律賓籍 我們分別來說明 那這4例都是移工 在11月25號到26號來臺工作 入境後都到集中檢疫所檢疫 案722有登機前的3天內的血清抗體檢驗陰性報告 也在29號進行127的印尼專案採檢 結果是陰性 另外案724有10月29號採檢之 核酸陰性報告 4人都是在12月8號及12月9號 進行檢疫期滿前的採檢 在今天確診 集中案723在採檢後 有短暫出現流鼻水的情形 另外3個人到現在都沒有疑似的症狀 那這4名個案中 三人無症狀一人發病 在前兩天也都在集中檢疫期間 也沒有跟人接觸 所以也沒有 匡列接觸者 所以目前到現在有724例的確診 那另外有127人 住院隔離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